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session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记住用户的登录状态啊 就是用户登录成功之后对吧 下一次他再访问我这个页面的时候 如果他已经登录了 我就直接给他跳软到这个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个呢 就需要呢 记住我们用户的登录状态啊 那么像这个的话怎么做啊 你看到还是我们在我们的login check上面啊 继续加内容 你比如用户名他密码正确之后对吧 我现在呢 我就可以在这边呢 去记住用户的登录状态啊 你注意啊 记住用户的登录状态 那么这个的话 记住用户的登录状态 我们就可以呢 在session里面保存一个信息 我可以这样啊 request.session 然后呢我在他里面设置一个值 这个值呢 比如说我记住 islogin islogin啊 等于去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就 我们就直接啊 只要session里面有这个islogin 我就认为用户已经登录啊 只要啊 你注意啊 只要 只要啊 session中 那么 有islogin session中啊 他有 这个islogin 就认为用户已登录啊 就认为 那么 用户已登录 那么这个你要注意啊 他这个值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啊 我只是说 只要有这个islogin 他就认为已经登录了 对吧 所以这个值呢 你 写什么都可以啊 我在里面 我就写成一个 ture啊 写成一个ture ok 那么 这样的话 你想一想 在用户呢 他下一次 访问这个登录页面的时候 那我就可不可以判断 先去判断用户有没有登录 对吧 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呢 先去啊 判断 在这里面啊 先去访问的时候 先判断啊 判断 用户是否登录 那么这个判断用户是否登录呢 其实呢 就是判断request 点session里面 有没有那个 islogin 对吧 那么注意这个session里面啊 他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sk k啊 你要判断他里面 有没有islogin 直接呢 就是判断 调用这个has k这个方法啊 就islogin 如果 他里面有他的话 对吧 为真 说明了这个 用户 已登录 对吧 已登录的话 我就可以给他 跳转到这个 首页 对吧 跳转到首页啊 跳转到首页 好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 return redirect 直接写上我们的 斜杠index 对吧 否则 那么 else 你没有登录啊 用户 未登录 好 未登录的话 我是不是 执行我们下面的这些操作 对吧 OK啊 这就是我们写的这个过程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先去访问这个 login这个页面 第一次的话 我们还没有登录 对吧 然后呢 回车 是不是让我们进行登录 对吧 然后呢 我是不是登录啊 登录这个smart 然后呢 输入这个 123点击 登录 OK 那么这里面 你看到啊 login check这边 是不是给我设置完之后 返回来给session ID 好 下一次啊 我再打开一个页面 我们再去访问这个 哎 login的时候 好 回车 哎 是不是直接就跳到首页了 对吧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使用session呢 你可以记住用户的一个登录的状态啊 登录状态 哎 我先打开一个项目的 我先打开一个项目的 谢谢 我先打开一个项目的